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越来越多 即场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 有没有看少他 他表面上好像老毛 实际上是欧阳风 即是好像西毒欧阳风 这么狠毒 小弟甚至乎越来越觉得 拜登简直是中共黑色 因为拜登上任以来 他都是集中火力地 到处去团结他的盟友 舊盟友甚至可以说是新盟友 尤其是不漏洞拉 木精湿妹 越南仔 越南妹 不漏洞拉 越南仔 木精湿妹 越南妹 而西方世界团结起来 闭家课 就是中共自驚 越团结就越驚 本身一个美帝已经害怕 你如果团结其他日本仔 韩国仔 奥巴 英国佬 德国佬 那就不行了 对吧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共查实是真的情愿 如果看回头 当年是情愿 特朗普成功联任的 或者未来 希望特朗普可以翻兜 做美国总统 因为特朗普不单止 在美国内部 是进一步分裂了美国 很厉害 还激怒了很多盟友 虽然它表面上很和中共干不开 就是不过一句也说 但是 就是真的嘛 你看香港也知道 总之它打散你的统治 就是说 团结大初一套 孤立打击一小撮 将朋友越做越多越好 敌人越散越好 就是像香港这样打散你的人 跟着呢 将你的组织打散了 教协都不让你在这里 医院那个职工联盟 不让你在这里 什么都不让在这里 但是社工都不让在这里 什么都不让在这里 打散你 就是这样 一定要散 团结就是最害怕的 就是这样 嗯 就是那时候有首歌都唱啦 职工民常常唱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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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歌真的好老实 又好像有些 啊 脆异的一样 好了 言归正传 拜登的最新动作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策动这个cognitive warfare 就是认知战或认知作战 现在很容易说的 不就是心理战这么简单的 在你的脑袋里呢 侵入你的脑袋里搞事 就是呢 向国怀鬼胎的一众中共领导呢 那帮小伙子呢 侵入他的脑海 发动这个认知作战 认知战 打击他们呢 的很脆弱的心灵 或者心灵的脆弱面 以至尿起他们的心灵阴暗面 打光了 厉害了 厉害了 从而就令到这帮中共领导人 在那里鬼打鬼 这样美帝就真的不用打你自己 中共都挂了 你说多好呢 这个真是正啊 不战而屈人之兵 搞定 是不是 这场最新的认知战的 代表 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呢 他的大名字很厉害 头两个字嚇到你啊 最近MIRROR呢 那么大一堆东西都跟他有关 他头两个字 头个名头两个字 竟然叫做什么呢 叫做Richard Lee Richard Lee 没有听到 是Richard Richard Lee 不过就不是李贼佳 不是李贼佳 啊 而 事关他的全名呢 就叫做 Richard Lee 他有个中文译名叫阿米蒂奇 你说李贼里阿米蒂奇也可以 可以这样叫的 不是叫李贼佳阿米蒂奇 Richard Lee 阿米蒂奇 阿米蒂奇 可能有些朋友都听过了 他是小布殊做第一任 美国总统的时候 的副国务卿 即是国务院的二把手 就是当时国务卿鲍威尔的左右手 来的 专责这个亚太时务 尤其是中国时务 那时候不是叫印太 大家知道 叫亚太 尤其是中国时务 阿米蒂奇 历来都十分之反中 大家上去Google 就知道 而他的作风也十分之惹火 好像说 2002年 8月26日 他竟然在中共的主场 北京那里 公开表示 美国是不支持台独的 那没问题 但他跟着又说 但美国也不反对台独 一定 你在别人的主场 搞这些东西 你和客厅大便有什么分别 真是串碗 另外 阿米蒂奇在2004年 也曾经公开表态 是支持日本修改宪法 即是支持日本学军 很简单 也摆明是冲着中共而来 找个日本人 不要自己打 不用用剑 找个日本人 就行了 就这样 就这样 而去年的4月14日至16日 阿米蒂奇更加以美国总统 拜登的非官方代表身份 即是特事 简单说一下 一连三日访问台湾 又见蔡英文 又见苏貞昌 又见苏貞昌 那种 蔡英文就转达拜登的message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拜登重申 美国对台湾的伙伴关系 的承诺 是劳不可破的 而这个伙伴关系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 而有力的 哇 厉害 我撑你 即是这样说 拜登后来三次说 中午打你 我要出兵 当然阿米蒂奇还引述拜登的说话 拜登叫他们来 即是当时有几个人 叫他们来的目的 就是要表达支持你们 即是台湾人 支持你们所有人 已经建立起来的 你们正是领导的 就是这个伟大的民主制度的延续 支持你们的民主制度 那 台湾的民主制度 即是美式民主制度 这个论调和日前 没有多久之前 佩洛西在台湾 发表的讲话 可以说是愚出一致 年纪而来没有变的 即是说 美帝都是用台湾的民主 去对比 去抗衡 甚至去对垃 大陆专制 或是中共专制 佩洛西是这样说的 这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他这次行的目的就是 用民主去对抗专制 即是用台湾民主 去对抗中共专制 很简单 顺带一提 这个拜登访问团 是在去年4月14日到台湾 而拜登第一次外访 在去年6月10日 你可以知道 这是代表拜登的 拜登未第一次外访 已经有个代表团去台湾 你想想多重视 好了 游言归正传 拜登找阿米蒂奇做特斯 可以说是绝个灭绝师太 因为阿米蒂奇是 美国共和党党员 他在小武树的时候做什么 做副国务卿 即是说 拜登是摆明 是找阿米蒂奇的共和党 党员去营造 反中查是共和 民主两党的共识 是不是 收到没有呢 大大 在这种情况下 阿米蒂奇昨天 是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独家专访 哇 那真的更加可圈可点 那是否另一个 线上特使呢 这次做 案内特使呢 厉害了 阿米蒂奇呢 先说回去年四月 他参与的台湾访问团的事情 他说那次他的访问团呢 他代表团呢 是要传达呢 来自拜登总统支持台湾的具体讯息的 日佩洛西议长和马基参议员 马基 马基 刚刚走了 带几个人去访问台湾 这两个团 就是那种呢 佩洛西和马基这两个团呢 就是表达美国国会对台湾支持 那是说白宫的支持 具体的支持 这个是说美国国会对台湾支持 这个是说美国国会对台湾支持 这个是不同的访问团对台湾的一些区别来的 整体来说呢 他那个团 他去年那个团呢 可以说更加重视实质的 而不是单单象征异的 就是说佩洛西那些 马基那些象征异 但是他说他强调说 象征异的台湾都很重要的 实际帮手当然要了 他还加炎加噪地说 现在呢 拜登政府如果 可以加倍努力 迅速提供台湾有意思 有意义的防御军备的话 那就更加好了 他说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移动性高 防空的 还有海上的水雷等等 类似性质的军备 总之就是这样 越多军备越好 就是好像跟拜登说话 那样 越来越猛地军售 总之 他说 美国可以同时展现实质 和象征异议兼具的做法 向台湾人民 证明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认真的 是实质的 哇 说这些太容易了 觉得 阿米蒂奇查查 在这儿和拜登 扯着猫尾 就是那种 跟着 阿米蒂奇 就向大大连环 踢出 Richard Lee 李三脚 Richard Lee 李三脚 记住 他叫Richard Lee 他什么都叫李 他说什么呢 第一 习近平要寻求第三任 即第三次 第三任总书记 他说 这个是自毛泽东之后 中国共产党 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他怀疑 是查查共产党里面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见到这样的 哇 你这么说 真是连盲都看得出这条Richard 在这儿玩着认知战 真是 Cognitive warfare 甚至乎 可以说 在这儿认知战 也学习 有样 学习毛泽东那一套 什么 他在说什么 党内无牌 千奇八怪 一定有的 这样 接着他又说 第二 习近平自认东升西降大 事实是什么 中国国内 正面临一堆堆的麻烦和困难 除了清零的防疫政策 各种效应 陆续浮现之外 还有近利 高温气候造成 很多种问题等等 看新闻都知道 中国神州大地很多地方 四十几度涉事 哇 多害怕 接着他说 尽管我不认为 习近平尋求第三个任期 会失败 但是习近平要面对麻烦和困难 是比想象中还要多的 说到这里 小弟好像听到一首歌仔在唱 七十年代一首歌仔 黄老尖作的 加计会的首歌仔 就是说 追得到也未必好 追不到吗 会很老土 就是那种 想起来 两届就够了 梳 两届已经够了 梳梳 真的 不要做第三届 第四届 你做第三届 恐怕未做完 习近平 已经要说拜拜 啊 还是连命仔都带 就是那种啊 是不是 说到这里 阿米蒂奇还未收口 他继续说 第三 过去十年 啊 他说习近平 就令自己成为了 凡事都要过问的 central authority 核心 他说在集权上面 他说在集中权力上面 他做到的 但是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习近平到时候呢 只能怪自己 没有人怪了 不可以怨提这些人 因为你什么权 都是你集在这里 有什么都是你事 对吧 就好像明朝末 连崇禁那些 啊 他说 啊 啊 让我用美国的俗语来解释 就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 没有人可以拿来牺牲了 责任全部都是他真相 总之他说 习近平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包括在应对台湾的议题上面 都是错错错的 跟着他就说到 連李光耀 啊 这个国际级的领袖 避受各个 世界各领袖 推崇的领袖 包括邓小平都推崇 包括习近平都推崇 包括习近平都推崇 都被习近平握了 他说 在习近平上任之前 我看过很多很多资料 都说习近平是属于温和派的 中国共产党员来的 就连呢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他生前也都 跟他讲 即是跟阿米蒂皮讲过 说什么呢 习近平亲身经历过他父亲 他父亲的习近平 被批斗的往事 blablabla 所以李光耀说呢 习近平会是一个 开放温和的人来的 他说这个 是李光耀 原本的说话来的 是李光耀说给他听的 但是现在看来 习近平学到的是 另一种教训 也说什么呢 他其实更加偏向毛泽东路线 不是邓小平路线 也不是他百亿路线 言下之意 即是说 习近平更加专制独裁 更加闭关自首 更加素朱俠爱民族主义 就像毛泽东一样 说起李光耀都被习近平欺骗的 其实另一个姓李的 姓李的超级猛人 都是被习近平欺骗的 可以说 这位姓李的超级猛人 当年都很相信 习近平是会进一步 带领中国步向自然进息民主的 他甚至相信 习近平会被香港有真普选 说到这里 各位 这个姓李的超级猛人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是谁 功夫吗 没错 这位超级猛人就是 李超人 厉害 说一又说 言归正传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独家主演房 香港的最后部分 亚米蒂奇更加好像比拜登上了一身 向习近平提出两点不多温馨的温馨提示 他说第一 中国要非常仔细地观察俄罗斯 入侵布克兰这场战争最好 他说 我会提醒习近平 不要错误地以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很强大 就是整个国家的实力提升了 不是的 他说一个强大国家要看的就是综合实力 包括经济实力 包括創造力等等 而在俄罗斯入侵布克兰问题上面 他说 他觉得 习近平是很明显地带领中国 站在错误国里面 哦 他的意思自然是说 习大大 联俄制美 错都离了大 口罩了 对不对 而俄罗斯的军力 比中共更强 但结果还是要让乌克兰 现在都不知道 要让乌克兰 在乌克兰内架超大 瑞典和芬蘭还加入了北约 死不死 更何况 中共要侵略的 是比乌克兰难侵略好很多的台湾 至少要过了台湾海峡 不要说那么多 你不用陆路 要海路 在海路和路 大家知道难多 所以阿米蒂奇 接着就说 第二 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面 他说我觉得 就是他觉得 习近平的分析都是错的 他说 他不知道 在习近平身边究竟有些什么 谋事 策事 智囊 扯和 但是他说 他可以 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年 美国的战略思考 来提醒中国 什么呢 就是 他说 当年 台湾 在日本佔领统治下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对日战争里面 最终都是选择进攻冲城 而不是进攻台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是思考到 要通过战争 去拿到台湾 并不是那么容易 是很困难的 这个 是美国经历过的战略抉择 来的 不知道中共想不想到呢 有没有看书呢 言下之意就是 他说 连宇宙最强的美军 当年在超级无敌的 麦克阿什将军 领军之下 都不敢去攻台 而是反而采取 跳岛战略 跳过台湾 去直接攻冲城 是不是 这样啊 那结果成功了 当然就是 难道就凭你解放军 那几条弹散 解放军那帮肚腩 比沙煲 比肚腩更大 比小红围尼的 所谓军头 是不是 是不是 打女人多过打仗的 那就可以攻陷台湾 不是吧 柴湾都不行了 是吧 是 说笑玩的 麻烦 简单总结 米蒂奇 这个打过越战的军佬 他打过越战的 原来是很厉害的军佬 他实际无神 可以说实际无神 做过兜锤窝面 给大大坦坦 你说到这样 和说到这么高姿态 当然他本身也是这样 但是你看到背景 在这个时候说这些 真的不排除 其实是拜登在幕后发功的 是吧 好了 总之照这样看 想想想 阿米蒂奇 这个名字 真正的意思 大家不要看Richard Lee 这个字 Richard Lee 阿米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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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姓 是可以继续坚持的 顺便也都回应一下 Patreon的朋友的呼吁 阿米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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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atreon那里加多一点 独家东西 现在小弟认真在想的 因为小弟的太助 那脚都要好回七七八八了 都可以开始松回多些时间出来 那就希望呢 在下个月初呢 就会有些 新的独家东西 在Patreon那里 跟大家见面的 不允许大家很多时间 有最一部消息 就跟大家说 总之很多谢大家 今天就说这么多 阿米蒂奇